如果上帝爱我 为什么上帝加上如果呢 上帝如果不爱你还活在世界上吗 上帝真是爱你 但你不认识 你不承认 你就乱讲话一样 为什么拿走我的最爱 上帝不把你所爱的给你 可能因为上帝要把更好的给你 你若没有啊 那个最好的 我不能再爱别人 你傻瓜 你看得不准 我告诉你 上帝把我最爱的拿走 所以我要的上帝不给我 后来上帝给我结婚的时候 不是我要的 结果我发现这个妻子 越来越感谢主 越来越爱她 为什么 因为她为我生于儿女 为我相夫教旨 她为我长期祷告 我们结婚已经52年半了 好不好 有没有吵架 有 那我告诉你 小草是幸福 大家说 大草是灾难 大家说 不吵是假的 大家说 夫妻从来没有吵架 这个是神话 这是骗话 夫妻常常吵 就会更加认识对方 大草不应该 因为很危险 所以谨慎好好 过夫妻的生活 我还是不希望 同意